上班族低薪存不到錢 只能咬牙哭韌 依照調查顯示 2018年只有2成8 上班族有調薪 平均加薪5189元 還得靠兼拆才能賺到30K 好 那這裡給你一份Menu 手段托盤介紹餐點 劉先生在餐廳兼職 食薪140元 要賺到3萬塊 每個月要工作180小時 想辦法把自己有空檔的時間 塞工作進去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會有很早的工作 或者是很晚的工作 一個月工作平均20天的話 那我一天就要工作9點多個小時 出城拖把來回移動 鄭小姐擔任清潔人員 靠兼案維持生活 扣掉公司固定抽成 做半天班只有1000塊 但案量不穩定 平均月收才2萬塊 不可能天天一個月30天 我通通在做清潔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一定要有休息的時間 所以這一行我們是真的是 靠體力 靠勞力在工作 調查指出上班族自貧 年度職場表現 竟然58分不及格 若用一句話總結一整年 上班族也有創意 通 就是跟過去差不多的意思 累 就覺得今年還蠻多事要做 衝 就是工作上很順利 因為我想要繼續往前衝 相較累或衝 最後票選上班族職場年度 代表字也以遠字脫穎而出 東森財經新聞 中心員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 這位就有選擇 加上台北採訪 新亞洲